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众人眉头微微一皱 虽然两人的手法一模一样 但给人的视觉感却是天差地别 就好像是一个老师在演练 而一个徒弟在笨拙地模仿 怎么看都显得不伦不类 就连心批和段月这种门外汉都看出了两人之间的差距 袁浩微微叹息了一声 光看这套动作 葛向前先手就输了大半了 这飞花落雪十二世乃是四阶数联师必修的手法 他们几人也曾经一起讨论学习过 平时看着相互施展也就是那么回事 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现在跟李云霄比起来 怎么看都是东师笑评 不仅是难看 几乎是恶心了 李云霄身前的原石已经小了一圈 大量灰色的杂质被他的基础手法直接提炼出来剔除掉 留下的则是元气凝聚而成的石块 色泽开始渐渐变得纯白起来 下品元石 段月眼中光芒闪动 忍不住呼了出来 他是第一次看书脸师凝联元石 有些少见多怪的激动 他更大的热情是看着李云霄的元石明显 要比葛向前那块纯净 对那巨大的赌注望眼欲穿 而百里宫景等人则是更多的看那过程 李云霄的每一个动作都在他们眼中闪过 却在心底留下深深的震撼 每一个细节都堪称完美 绝对可以比你教科书般的凝联 葛向前脸色巨变 他也发现了两人之间在手法上的差距 轻贺一声 蓬勃的魂力疯狂涌出 往那元石元料上轰压而去 技术手法上不足 他就靠魂力来补 四街数炼师的澎湃之力 被他精妙地控制起来 不断地强行挤压出元石上的杂质 很快那元料也开始慢慢转向纯白之色 百里大师 这两人孰强孰弱 欣皮看得一阵神亡 但他看不懂门道 只好忍不住地信心问道 白里宫颈面色凝重 云霄大师技法上十分强大 但这种飞花落雪十二世 需要强大的体力支撑 而葛大师魂力极其好搏 这样却难以长久 两个人各有所长 一时间看不出端倪 就看谁先不知了 新泽和吕浩出都是脸色微变 李云霄身怀极强的体数全成皆知 这种飞花落雪十二世 对他们来说损耗体力极大 但是对李云霄来说 却不过而而 从他一直风轻云淡的样子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般耗下去的话 葛向前极其不妙 段月也是捏了捏了手心 发现全是汗水 一亿五千万的赌注太过吓人了 他身为三星五皇 也是内心发怵 那块原石原料 在葛向前庞大的魂力压制之下 很快也剥离开了杂志 迈入了下品原石的程度 但是他也是额头上开始冒出冷汗 感到有些不知了 他偷偷地瞄了李云霄一眼 发现对方依然是不紧不慢 悠悠然然的模样 顿时心中一震 猛地咬了咬牙 继续压制下去 在他滚滚魂力之下 那原石的纯净度 几乎要追上李云霄了 但星泽和吕浩出的脸色 却是越来越难看起来 忠平 葛向前大喝一声 用尽了气力冲击而上 那下品原石在磅礴之力下 差点震的溃散开来 散出大量的元气粉末 整个石块缩小了一圈 但却变得白净无比 充满了灵气 硬生生的被他提升到了中品的程度 一丝鲜血从他的嘴角流淌下来 葛向前并没有因为提升到了中品 而有任何开心 而是一脸苦涩地 看着李云霄的那块原石 在飞花落雪十二世的金雕细琢下 李云霄手中的原石 在慢慢地凝练成中品 从脸色上也看出 李云霄并不轻松 但是那精细的手法之下 整个原石竟然没有半分的损伤 灵气保存得极其完好 不像他的强力镇压下 流逝了不少元气 最为关键的是 李云霄的样子 好像后续之力绵绵不绝 永无止境的样子 而他已是游进灯窟 所有人内心都是极为震动 吕浩出也是实在忍不住了 脸色通红无比 虽然车轮上场太过丢人 但这个关键时刻 已经逼上梁山了 若是他不出手 就彻底地输了 葛大师 你退下 我来 吕浩出顾不得面子 一手挥出 磅礴魂力顿时 将那摇摇欲坠的原石托起 好似灌入了能量的玄气 再次光芒大涨 在空中旋转起来 葛向前 一脸凄苦之色 连退数步 才一屁股坐下 急忙打坐 调息起来 这种纯粹魂力的比拼 损耗最大 但也来不得半点虚假 袁浩更是眼睛睁得极大 呆滞的喃喃自语道 原来 他要以一敌三 竟然是真的 吕浩出脸上 浮现出一片羞愧之侧 但很快便抛开杂念 全身心地投入到凝炼之中 原石进入中品之后 杂质几乎不复存在 接下来的就是 要不断地浓缩晶圆 将原石的等级节节提高 其中最为关键的 便是保护晶圆 不让灵气溃散 他轻轻地张开双手 一连串的幻影浮现开来 给人一种似梦似幻的感觉 极其漂亮 百里公锦 这时才露出一丝微笑 这套八旗炼心诀 手法独特 威力极大 乃是炼石的最佳手法 吕大使更是 静赢其中数十载 施展开来 行云流水 随性所欲 即便是我 在这套手法的领悟上 也是自叹服辱啊 段月脸上露出 深深的担忧之色 虽然他知道 李云霄数炼之术极强 但也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强大如斯 可以连占两位四阶数炼师 但毕竟局限于他的年纪 再如何妖孽 也只有十五岁 而另外三人 加起来怕是有二百多岁了 这岁月上的巨大差距 岂是天赋可以弥补的 况且能够进阶到四阶的树脸师 哪一个不是天赋奇才 也进阶中品了 元昊微微惊呼了起来 众人的目光顿时落在李云霄身上 那块原石在他精雕细琢之下 喜趣尘埃变得纯白起来 正是中品级别的纯度无疑 百里公锦惊诧地赞叹不已 真是鬼斧神功 在整个过程中 我竟然没有感受到半分元气的流失 若非亲眼所见 根本不敢相信 只是接下来他会采用何种手法 到了中品之后 再用基础十二式的话 怕是很难提升原石的品质了 这 这是 李云霄深吸了口气 那丑陋古怪的姿势一变 双手中一套复杂的绝印示展开来 竟然传出阵阵的频率波动 似乎在探寻这方空间的入口 想要再次融合天地之中 凭借自然之力 这是什么手法 竟然传出磅礴大气的震动之力 这股波动频率竟然变化得如此之快 元昊大吃一惊 眼珠子瞪了出来 李云霄施展的这套手法 他竟然闻所未闻 只有一种大气磅礴之感 连带着这方空间都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 似乎要融入他的灵觉之中 好高深的领悟之力 心皮瞳孔微缩 虽然他不懂术道 但这套手法一出 那种渐渐融入天地的道之领悟 他还是感受出来了 笔之吕浩出高尚了不止一个层次 万法归一 无论是五道还是数道 最后殊途同归 无一不是化为天地 语之终点 咒之极致 断月也是看得有些呆滞了 那种融入空间的领悟实质 让他内心微微触动起来 隐隐之中 自己的境界似乎有所提高 心皮似乎感受到了断月身上的变化 微微一阵露出羡慕之色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每提高一星半点 都已经是极不容易了 这种机缘巧合之下的提升 更是可遇不可求 幻播天经诀 这是幻播天经诀 白礼宫瑾时声教导 眼眸当中难以抑制的震惊之色 整个人由于过度的激动 而皮肤微微发红起来 元昊和星泽都是心中一震 白礼宫瑾身为六阶存在的数联师 一向是形势稳重 很少能有这般失态的时候 可见李云霄施展的这套手法之不凡 让一位六阶数联师 也变得难以淡定起来 元昊忍不住问道 白礼大师 这幻播天经诀 是什么手法 为何我从来就没有听过 白礼宫瑾似乎未曾听见元昊的话 面容有些呆之住了 但目光却盯着李云霄的手法一动不动 流露出强烈的渴望之色 似乎想要强行将他的每一事都印入脑海中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这套手法太过迷幻 太过繁复 他重重地吐了口气 一脸的失望之色 我第一次 见到这套手法的时候 那时和你们一样 也不过是四阶军级的存在 当时我还跟在师尊的身侧苦修 居住在华神海 白礼宫瑾眼眸又先迷离起来 陷入了回忆之中 在华神海数联师总部 被赐予名誉长老荣耀的 一共只有两位 我还记得那一天 师尊告诉我们这些弟子 数联师工会总部 又多了一名名誉长老 而且他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满是叹服之色 当时师尊已经是 九阶地级数联师的存在 我们都很好奇 还会有谁让师尊如此福气之人 师父仔细地叮嘱着我们 说第二天便是此人 晋升数联师工会 名誉长老后的传客大会 让我们放下一切事情 务必要参加 后来我为了学着 换播天经诀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潜入了 古飞扬大人的 数联师工会请功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